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望去到九龙城 街上高楼就是九龙城的位置 看到路牌 码头围道和码头冲道的连接位 洋葵楼 码头围村的其中一座 为了板 这个可能有些新的店铺会开 前面那里有一间面包店 在这里 屋邨有很多面包店 人流也不少 也有些人买面包 有些人买面包店 这几条街均的名字都很像 这条街均的名字都很像 这条街均的码头围道 有些运动铺结束营业 码头冲道 刚才走开始的码头围道 现在打横这条 码头角度 其实只差一个字 那些餐厅的午餐 50元左右 前面那辣公务员楼宇都拆光了 所以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比较光猛一点 阳光都看到 在这里 射下来 当时有些扭在这里 这条码头角度 这一段其实都有些暗的 有一个正庞合柱 以前这样看不到这么远的位置 在这里 码头角度的正庞合柱 在这里 码头围村 都有些比较旧的村 所以如果走前一点 所以如果走前一点 还有一些 那条车路 刚刚是通过了一层楼 地下那一段 那里面 那里面 码头围村 看到了 那辆车通过的位置 就是刚刚是楼梯的位置 以前有些村 那里面 那里面 这个汽车通道 上面 其实还有 还有单位 就是这些 刚刚就是楼梯的位置 那我们走过马路 看看 那些地铺 怎么样 那些士多 玫瑰楼 其中一座的 但是看进去 就可能刚刚拍摄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人 看到了 看到前面 那些家士多 人流都不是很多 你看到 这条村子 走的时候 这些地下 很多时候都做了一些青年中心 老人中心 或者一些教会 那些团体 用来租用 幼稚园那类 那类 就好像 那 再进去 这个位置 已经 没有了一些 比如一些商店 那些店 看到一些教会 那些社区设施 那些中心 多数是一些 村 入少少 那些 那些街铺 这个地方 走到这里 这个地方已经很温暖 已经开始了 那前面一间 補習社 这边 就是这个中厅 开始 有些椅座 那些人 刚刚拍摄那检座 看到很多CCTV 向上拍摄 可能怕有人供雜物,所以放一些CCTV 碼頭圍村後面有些學校 前面就是停車場 裡面的情況已經差不多了 當天我們走出一點,拍攝一個全景給大家看 我們再看後面 碼頭圍村這個全景 夜俠樓,名字挺好聽 今集先講到這裡,大家對這集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